普丁 你現在德法 英法 德法 反正都來扯我 我要扯你們了 普丁給蕭茲 德國跟馬克宏 法國 他們施壓 你們現在叫我停 你們幹嘛武器一直送烏克蘭 停止武器給烏克蘭 然後你們是叫我說 把那個什麼 不要杯葛烏克蘭的糧食外銷 可以啊 你們停止制裁我啊 我覺得他會糧食出去啊 你們制裁我 你們很會制裁 叫我放鬆他的糧食 要讓你們有食物吃 哪有這種事情啊 所以普丁立刻反駁 那另外呢 現在歐盟要開會啊 就希望能夠制裁 不買俄羅斯的油跟氣 那但是有好幾個 包括匈牙利的 好幾個國家說做不到 那現在歐盟不是要立刻做 是說兩年半時間 兩年半慢慢慢慢減少 那匈牙利要求四年 四年 而且希望給我80億歐元的補助 我去買別的比較貴啊 你過錢啊 過21歐元啊 所以歐盟現在想說 好吧那這樣 用管子的先不制裁 然後呢用船的 是不是能夠先停 用油輪 用那個油輪 因為輪比較貴 管子比較便宜 所以這個先不停 所以那俄羅斯現在 好像也不怕 俄羅斯說來啊 你們現在膽子很大 因為冬天過了 你們現在不需要 對不對 冬天馬上又來了 歐洲冬天十月就冷了 到時候再過五個月 你們又冷了 你們到時候就跟我這個 哀哀叫了 所以雙方各有盤算 那中東 中歐的國家呢 這個認為呢 對經濟可能有致命打擊 好那看亞洲 日本他年度的叫 富士綜合火力的演習 第一次有魚鷹機參與 那這個日本呢 他叫做水陸機動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如果台灣有事 老共打台灣 一定先把釣魚台拿去 釣魚台沒守軍啊 釣魚台其實就幾個石頭 那個傷案都很難上 他們會把他拿下來 所以台灣有事 為什麼日本有事呢 老共一定會趁機 把釣魚台拿下來 所以日本也防止共軍躲島 躲什麼島 不是躲台灣 躲日本的島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說 美國沒有辦法保護日本 我們必須要自立自強 要認真的考慮集體自衛權 他說我當外交部長的時候 就知道 說美國自顧不暇 怎麼可能保護日本呢 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 那所以呢 日本說呢 他原來呢 是不准武器外銷的 他現在是預備打破這個原則 讓武器可以外銷 因為日本軍火工業 其實也蠻強的 那你不准我外銷 我做的東西成本就高 如果可以外銷 我成本就可以降低 其實日本這些計畫 也談了很久了 可是好像實質進展非常的慢 因為日本第一個 他官僚體系 這個做起事情來 這個愛手愛腳的 而且他政策上的這個影響 政策上的牽制作用還是很大 所以日本常常他要先去改修法 要做一些政策討論 像這個日本自衛隊的退降 講的這些事情 講了很多年了 那麼到現在 可他會再提出來 可見這麼多年來 一步都沒走出去 那不過日本要在軍事上 做比較大的動作 他有一個最大的一個前置因素 就是美國 美國不同意 日本就是一切都空談 那日本要賣武器 日本要這個 跟台灣這邊 多做這個軍事交流 這個基本上都要得到 美國同意的 美國不同意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日本的這一次這個 這次這個 所謂的火力演練 實際上我看了這個 出動的官兵三百 三千三百元 坦克車三十六輛 那比較一個亮點就是 魚鷹機這個 這個出動 好像是這個海島的防衛 這個過去也都有 那所以其實日本 在目前的為止 我覺得他們不斷的升高 在這個這個論述上面 還有就是說 在這個台海情勢上 他提高民眾的注意力 我覺得倒不是真正的 針對目前的台海局勢 而主要是針對 從這個安倍政府 到現在這個 現在的日本政府 他們一直有一個修憲 就日本走正常國家 這樣子一個計畫 因為這個要修憲的話 要把他這個 日本從這個自衛隊 改成一個正常的部隊 在過去安倍斯的兩次 都沒成功 為什麼 老百姓不太支持 老百姓不支持 老百姓的原因就是說 老百姓認為周邊的情況 並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這些年 我看日本的這個政府 包括現在的這個 現在的政府 還是走這個 過去安倍的路線 不斷強調 周邊的情勢 越來越緊張 可是看起來 得到日本產業界 以及他的社會的 這種積極的回應的 這種效果不大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日本還會繼續 在這個所謂的台海有勢 就是日本有勢 然後這個美日結盟 美英結盟 甚至這個AUKUS 甚至這個 這個現在的四方會談 我覺得日本會 聲音會越來越大 可是呢 要達成它內部修憲 把日本從一個不正常國家 改成正常國家 這個目標 還是他們會繼續做下去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道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